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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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矣 愿解如来真实矣 这位大德 这位上至师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昨天跟大家分享了 念佛法门的原理 主要围绕如何理解 念佛法门的万修万人去 万修万人去 这在善导大师的著作中 曾经详细地告诉我们 在西方确子这本著作里 也有开示 永明盈寿大师 曾经做《产净饲料检》 也提到 无常有净土万修万人去 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 善导大师提出来 能够万修万人去的净土法门 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呢 就是能专修的人 才能万修万人去 而杂修的人 是很难做到 达到万生西方的 这何谓专修 专修者 一人修行 一人往生 十人修行 十人往生 千万人修行 千万人往生 所以叫万修万人去 所以叫万修万人去 杂修者呢 是千中难得一二往生 万中难得三四往生 如果你杂修 如果你杂修 那就是万中难得一二 千中难得一二 万中难得三四 还是难得 还不是肯定 那么专修跟杂修 区别在哪里 这个很重要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都在提倡 说是 这个净土的专修啊 就一句佛号 一部阿弥陀经 念到十 这叫专修 除此一句佛号以外 都叫杂修 那是不是这样呢 这个西方确子 大家仔细去看 就明白了 什么是杂修 他又喜欢诵经 又喜欢拜唱 又喜欢这个参场 又喜欢学教 又喜欢谈一些 见神见鬼的事 又喜欢说些 不要紧的常 那今天 听说密宗好 赶紧去去密宗 求加持 明天听说 有个算命算得准的 赶紧去算命去 这个杂修跟装修 最大的区别 就是目标不准 目标不准确 目标不准确 经常会换 今天听说净土法门 要求生净土 求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 明天听说有个上师 可以跟上师学 求香巴拉净土 后天想想 后天想想呢 还是隔壁那个人算命算得准 我就去求些人天福报 这样子他的整个生命是没有目标的 没有准确的目标的 所以越学越糊涂 越困惑 学到最后不知道死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就像他们说日本有一个人 他想啊 观音菩萨很慈悲 相信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临终会接迎 他相信阿弥陀佛 要师佛能够保佑长生 他就去拜要师佛 这还不要紧 上帝他也能保佑我们 往上上帝他去信上帝去 还有那个那些神社里面有无数的神 在生活当中都能给他帮助 他去拜神去 他想我相信这么多 在关键的时候总能起作用的 结果到临终的时候大难临头 他就想上帝你赶紧来帮助我 上帝说你有观音菩萨不用我来帮助你 说观音菩萨你来帮助我 观音菩萨说你心那么乱我怎么帮助你啊 那刚才叫神来帮助 神说那些佛菩萨上帝都比我厉害 算了我也不帮助你了 最后谁也不帮助 当然这是个故事 事实上当我们的心不专注 没有一个方向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砸了 就复杂了 所以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 都有共同的指导我们 他告诉我们要一心不乱 持佛名号 乃至无量寿经说 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就这一个方向不能改 那么这中间 杂修和装修 杂修和装修 跟观经里面告诉我们的 是什么关系呢 观经里面告诉我们 修净徒者 需要具备敬业三福 大家知道敬业三福 在十六关之前 先要具备敬业三福 有敬业三福的人 再修十六关 观观都是正行 那么敬业三福当中 从受持三规 具足仲介 孝顺父母 恭敬师长 持心不杀 修十三业 读诵大乘 劝尽行者 他没有告诉你说 你读诵阿弥陀经 读诵无量寿经 他读诵的是大乘 所有大乘经典 都是读诵大乘 尤其是 这个受持三规 具足仲介 持心不杀 修十上业 这个十上业 就包含了我们 日常生活当中 所有的修行佛法的行为 这里面有两个概念 不能搞混 装修当中 包含了正行和助行 敬业三福是助行 而十六关乃至 持明念佛 一心持念阿弥陀佛名号 这叫正行 正助和行 求愿往生 都称为装修 因为你方向没有变 你把所有的行上积德 待人接物 一切功德都回向西方了 这叫一向专念 你发起了菩提心 就朝一个方向去 从此呢 你的生命就往极乐世界 这一个方向靠岛 不再转换其他的方向 像印观大师说 世心他地 老实念佛 不换题目 这个题目 标题就是 标杠 就是目标 你往生西方的目标 不会改变 其他的 在家人需要做在家的 家庭啊 事业啊 工作啊 为社会分担啊 所有的一切上行 都要积极努力的去做 而不是说 我每天只是 念一卷经 念一句佛 其他什么佛经都不听了 什么事都不做了 那个慈善事业也不做了 你做好人也不做了 你学佛学了半天 人家说你学的脑子有问题了 那这个是有问题的 所以不能把 正行和柱行 理解成装修和杂修 装修是一个方向 有正行有柱行 而杂修呢 是方向不停的变 今天要往生进途 明天又不想往生 想在这里开悟了 有人说 往生西方 到极乐世界还要等 花开见佛 下平下生的人 还要十二大劫 那个时间太久远了 我来不及了 我要度众生着急 我就在初步世界 不往生了 你先要看看你是谁呀 你还想救人 自己就掉下去了 你哪有能力去救人 你如果说我在这里 你如果说我在这里已经 能够解脱 生死自在 破除我之 那你说不往生 算你牛 有本事 那如果你在这里就能够 见到无我正道的人 见到无我正道的人 他往生西方净土 事实上是不需要花任何时间的 叫生则决定生 去则食不去 因为花开见佛 悟无生 你悟到无生之理了 在这个初步世界 你的莲花就已经打开了 连去都没有去 你这个时间 才能真正的把握 但是如果你在这里 我之没有破 你想往生到净土之后 说闲回来 还时间太慢 我之没破 一转头 马上晕头转向 不知道哪里去了 来生能不能做人都不知道 能不能遇到佛法 继续修行都难说 因为自己都还没得度 所以净土法门好 就好在可以待夜往生 而在这个装修当中 我们一定要知道 正柱必须合行 正行和柱行 那么正行呢 就像一棵大树 那个树中间的根 主杠 它只有一条根长下去 很粗的 这个根长下去 就是正行 就我们大家要知道 一心念佛 是我们的正行 信愿恳切一心念佛 但是所有的树 你可以看到 都是除了那个主要的一根 它的根主要的一根以外 旁边有无数的细根 那些根都往边上长的 所以大风刮过来 树就不会倒了 如果只有一根根长下去啊 那个风刮过来 它很快就倒掉了 我们见过很多人 一开始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 念着念着念着到最后 他没发现有什么效果 或者说教理也不懂 或者说福德还没有培养好 结果呢 遇到外道 遇到邪教 遇到什么东西 心一不小心 因为没有足够的智慧 不够文师 教理不懂 或者福报不够呢 就谁进转了 就像风一刮 它就倒了 所以对于我们大家有能力 能够听经文法 能够行善积德的 那你要尽努力 来做自己走向成佛的福德之良 和智慧之良 因为这两种智慧是帮助我们往生净土 更加稳固自己身心的信心的 所以正住和行 方向明白了 知道要一心念佛了 善之良具足 所以专修的人 他是决定能够万修万人去的 大家不要误会说 专修的人好像只能念佛阿弥陀佛了 别的都不干了 你就算专门念佛阿弥陀佛 你还有睡觉睡早了 不会念的时候 你还要吃饭 还要睡觉 日常生活总要有事情去做 那么这些事情去做的时候 如果不能把这一切的功德都回向净土 那你浪费的时间要很多的 基本上没有哪个人说 都有条件在那里装心自制的去闭关聂佛的 那净土法门的好处在哪里呢 就是它的核心的要点 就是信愿行善之良 所以今天我想再重复的跟大家强调一下 净土法门的要点 净土法门的要点 就是信愿行这三种质量 我相信大家已经听过无数次了 但是我们有没有落实 信愿行这三种质量都要落实下来 它才能够有效果 就像我们吃药 你药方已经看过无数次了 药也抓过来数了无数次了 但是没吃 那这个对你的病没有用 只有吃了这个药 那我们的病自然就好了 按照偶仪大师的弥陀药解 他告诉我们 净土法门的信 要具备六信 六种信 信字信他 信因信国 信事信礼 这六种信也是不能缺的 当然 这六种信最核心的信 就是相信西方俱乐世界 那么信字信他 知是什么呢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好像比相信他还要重要 因为偶仪大师把信字放在前面 信他还放在后面 如果你不能相信自己 对自己的生命会大打折扣 佛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 都能成佛 而我们很多时候 想到自己是末法众生 想到自己还有很多的业障 对自己就没有自信 相信自己 本性 我们的灵性 与佛无二无别 就我们大家都是这个金矿的石头 只是还没有开采出来 开采出来以后 跟所有的环境一样 没有区别 那我们还没有成佛 我们如果成佛了 跟所有已经成佛的佛 没有区别 我们具备与佛等同的佛性 那么这个佛性 往生净土 直到成佛不退转 或者我们还堕落在三恶道中 轮回受苦 佛性没有区别 金矿里面的环境 开采与不开采有区别 但是环境本身没有区别 那我们现在就需要开采这个环境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净土的信 一种强大的生命推动力 就是让你相信 你决定能够往生 这好像有时候有点难 但是说真难也不是很难 为什么说说真难也不是很难 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这颗心 随时随处啊 所有生老病死的过程 起心动念 苦乐 悠悲苦恼 都没有离开这颗心 而我们要往生的恰好是这颗心 那我们现在要给这颗心一个方向 一个定位 就像我们现在的汽车导航一样 你只要给导航 那个目标 目的地给它摁上去了 确定了以后 然后这个车呢 导航就一直会告诉你 往哪里走啊 往哪里走 你听他的话 顺着就走过去了 很简单 那我们如果给自己一个 像导航一样的明确的目标 就是我这一生 就到阿弥陀佛那里去 不再去其他地方了 因为到阿弥陀佛那里 要花开见佛 要指导成佛的 这个不违背 通途法门 皈依三宝的时候说 佛道无上是远程 不但不违背 完全是吻合的 那么这么相信之后呢 我们就观察自心 把这个心 把未来的生命 来生放到哪里 就放到极乐世界 想一下不够 要确定 这叫性质 我们有时候会想一下 但是不确定 因为想一下就觉得 可能往生 可能我没有这个福报 也往生不了 说明你自信不足 你要相信自信足了 大家懂电脑你就知道 电脑的程序设计好了以后 最后一定要按一下回车键 确定 然后你程序就起作用了 如果你设计了半天这个程序 到最后回车键没按 不确定 然后你电脑关掉了 下次打开的时候 那个程序前面白辛苦 白忙 没效果 而同样的 念佛的人也是如此 我们信佛学佛想修行 然后你说你来生到哪里去啊 不知道 不知道等于你那个回车键没按 你前面修行那么长时间 每天念佛都回向 愿生西方净土中 或者愿以此功德 最后都是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包生 同生极乐果 每天说愿生西方净土中 说同生极乐果 到最后问你去哪里 不知道 你看 你那程序白按了 设计了半天 辛苦了半天 最后 它不起效果 所以我们如果 是装修的 那就是 装修当中的正行 它就放在 信愿行 这三支两三 性质 就是决定自己必然往生 这里面就不问自己是业障深重还是钱 不问自己过去做了多少恶业 还是未来会不会还做很多恶业 都不要问 你只问当下你的这个信心百分之一百 连百分之零点零一的折扣都不打 不要说我大部分是相信的 偶尔还是不相信 你就要确定百分百 相信自己必定要往生净土 而这个往生净土在你的内心 要得到自己的认可的 不是让别人认可 让自己 所以 这个祖师大德 特别是上导大师 还有包括唐乱大师 解释这个往生论 里面也告诉我们 就是当我们相信阿弥陀佛 相信极乐世界 相信自己要往生的时候 就好像把自己已经放到阿弥陀佛的大怨床上 然后我们就可以闭上眼睛睡觉 让阿弥陀佛大怨床开到极乐世界去 等我睡醒了 新加坡也到了 这个不是完全靠你自己的力量 去了生死去往生 而是靠阿弥陀佛的愿力 靠我们自己的愿力 我们自己的愿力 要决定能往生 阿弥陀佛的愿力真好 要接引我们往生 这个时候 感应道教不可思议 所以你一念清静一念佛 念念清静念念佛 当你心清静了 你在念的当下 但这个是实行 在实践的时候 就是对自己的信心 能够百分百的升起来 说破世界 捆绑我们的那些可能性的 业力 后路 就被我们从内心中断绝了 往生不了 是很多时候自己留了很多后路 尤其是当心自己往生不了的人 怕自己往生不了的人 那个怕 那个当心 就是你轮回的后路 表面上你是说 哎呀我放不下 因为我们业障深重的防腐 你待着业都能往生 只是说到极乐世界花还没开 那不要紧 无论多久 它总有一天花会开的 只要能往生 什么都不怕 只要再轮回 你什么都靠不住 那么这种 对自己本具佛性 自己决定能往生的信心 这叫信志 信他呢 就是相信阿弥陀佛 相信释迦牟尼佛 两土世尊 阿弥陀佛发愿 四十八愿要接引我们往生去 而释迦牟尼佛 无问自说 在背后推着我们往前走 你看这两个世尊多大的慈悲 一个拉着你去 一个拉着你去 一个推着你走 结果你怎么都不走 还在这里笑 你看看 那我们平常在轮回中 就这么样子 不停的在这里 忘记了自己回家的方向 而这两土世尊 确实具备大慈悲心 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阿弥陀佛 也没有见过释迦牟尼佛 但是我们听闻到了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的讲法 净土三经乃至五经 释迦如来亲口宣扬 告诉我们有西方极乐世界 也告诉我们 深信发愿决定往生 这个道理告诉了我们 有些人跟我们说 极乐世界是不是个化成呢 它是不是个化成 说到极乐世界以后 还要花开见佛物无声 证得无声之力 最后才能成佛 说到极乐世界未登补处 等于跟等觉菩萨一样 有些人怀疑 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的 极乐世界有一个相 有种种专业 其保持八苦得水 而且那个九品莲花还开得特别漂亮 青色青光黄色黄光 白色白光赤色赤光 大炉车轮 这么多的相 难道不是虚妄了吗 是不是这样 很多人会怀疑啊 你在左相啊 极乐世界有相的 有相都是虚妄了 极乐世界的相 为什么不是虚妄的呢 就以为是化成 其实误会了 极乐世界 它是实报土 它是真实的净土 不是化成 不是化成 可以见得 化成这个词 是佛在大乘妙法莲花经里面提出来的 为什么要有化成呢 法华经说啊 有一个导师 带一帮穷人 要去宝山财宝 结果呢 在路上 路途遥远 走着走着 大家都很疲倦 都很累 非常的辛苦 有些人就 身退心了 不知道这个保守在哪里 太遥远了 不想走了 有些人累的不行了 趴下了 于是这个导师 用他的慈悲 神通之力 化现一个城市出来 大家说到这里先可以休息休息 于是呢 导师带他们到化成里面 先在那里住下来 安顿下来 休息一下 但是有些 心力脆弱的人 一休息呢 就不想走了 他这里也停好了 也可以休息了 我也不想回去了 我也不想往前走了 我就在这里好了 最后这个导师说 你们休息好了 现在这里一点保都没有 还没有到保守 还在半路 叫草安 茅棚 盖一个草茅棚在这里 让你休息 遮风挡雨一下的 你们怎么都可以停在这里呢 继续往前走 有很多 跟着导师听话的人 又发起勇猛的心 回小向大 继续去保守 所以这个化成的意思 在法华经中指的是 二成人所证得的 偏真涅槃的境界 就我们大家 这里是生死轮回苦海 非常的痛苦 在六根六成六十 这十八界三界里面 所以法华经说 三界无安 犹如火宅 重苦充满 甚可不畏 非常恐怖 赶紧走 那么当我们要离开三界 修行成佛 成佛成就菩提 又很艰难 怎么办 佛就慈悲说 你先解脱 先证得 人无我 明白无我的道理 正得无我之后 轮回的痛苦 从此结束了 所以在化成 就二成人所住的 那个涅槃 叫做化成 而二成人所住的涅槃 叫做化成 正好是告诉我们 轮回中的一切现象 都是虚妄的 什么叫轮回中的现象 就是你的六根追逐外界六成 然后产生的六十 往下颠倒 这十八界 没有一个可以抓得住 通通都是水中捞月 因此呢 凡所有向皆是虚妄 舒服世界轮回的现象 都是无产变化 没有一个永恒缠住 就告诉我们 这是虚妄的 然后你知道这些像 都是假 能照见五蕴皆空 空得了了 你就进入化成了 你体会到了那个空 在化成当中 如果停留在那里不出来了 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南传佛教 所提倡的修行 就正如涅槃是什么状态呢 诸心无常 诸法无我 真的无我就进入涅槃 所以叫见法就见无常 你看到我们现实的一切万法 不管外在的世界还是内在的身心 你见到法就见到它是无常的 见到无常就知道谁也做不了主 世界你做不了主 身心你也做不了主 你那个妄想根本就做不了主 因为它是无常的 所以你其实也不用理它 做不了主你还硬要做主干嘛呢 不要给这个妄想做主 妄想永远做不了主 所以内外身心都是做不了主 都是无我的 如果你见到了外界是无常是无我 内心也是无常也是无我 这个时候你的内心所契录的叫 见无我既见涅槃 见涅槃既得解脱 南传佛教修法内容很简约 所以现在很多人也喜欢修 为什么现在人喜欢简约 也不喜欢复杂 而我们生命本具 如来的智慧德相 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不是你自己空掉就算 如果你空掉了 你只是没有痛苦 但是没有快乐 没有快乐可言 但是没有痛苦对我们轮回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所以有个人问我说 师父啊学佛有什么好处 我跟他说学佛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们觉得学佛有好处吗 没有好处你还学 我说学佛没有好处 但是学佛最重要的是没有坏处 不学佛有太多的坏处了 不学佛你在轮回中受苦啊 就像你说健康有什么好处 健康有什么好处啊 健康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看大家都很健康有什么好处 健康就是没有病而已 那没有病是有很大的好处 其实没有病只是没有坏处啊 也谈不上好处啊 病是坏的嘛对不对 那个解脱的人他看到了没有轮回的坏处 也觉得自己可以了 但是生命中真正的好处他没看到 生命中不但是没有痛苦的 而且还是应该有无限的快乐 一个阿罗汉证得涅槃之后 灰身灭自一点快乐都没有 无我 连我都没有了随晒快乐 没有我就没有快乐的人 也没有痛苦的人 这叫涅槃 当他正在涅槃的世界 所有佛经当中描述涅槃 站在我们这个世界看 涅槃就是空就是无 所以心经大家读下来 前半部讲的就是涅槃 不生不灭不够不净不真不解 无言而别色生意 无色生相未出发 无言见来自威胁 一口气无到底 一无所得故 无有恐怖远离 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你看 无到底了你就涅槃了 他确实没有六根 没有六成 没有六十 讲的涅槃的化成都是 否定的语言 都是空的 因为他要否定轮回的一切 虚妄的景象 然后你空透了以后 从这个化成出来 要找向保守了 这个时候 大乘佛法里面讲的是肯定了 不再讲否定了 为什么讲肯定 因为大乘讲的是有 而不是空 小乘讲的才是空 当然有人说 那涅槃经 那个那个 般若经 金刚经 心经 讲的都是空啊 心经 般若经 金刚经他讲的空 是从五蕴的世界 先跳出来第一步空 他第二步一定要肯定 不能只是空 如果只是空 你见不到不空 你就不是大乘法 大乘法不但见空 还要见不空 不空的缘起妙用 一切万法都是缘起的妙用 而不是虚幻颠倒的实有执着 不空 叫缘起现空 先见到现空 不能偏在空当中 所以从空要出甲 从空要出油 叫真空妙油 所以法华经当中的化成指的是空 二层境界 而实暴图真实的保守是指油 这样一个道理 诸位 我们看净土法门的经典里面 所讲的西方极乐世界是空吗 你说 什么时候讲极乐世界空呢 讲的全是油 他绝对没有讲半个空字 没有说极乐世界是空的 就因为他不是讲空 所以他不是化成 但是你说不是讲空讲油 那不是变成我们轮回当中的油了 极乐世界是我们轮回当中的油吗 他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油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 是六根六层六层的生灭轮回的 说破世界 说破世界 才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极乐世界是真实暴徒 怎么会是虚妄呢 所以心经的后半部 大家看 上世诸佛一波罗波罗蜜多 故得 阿罗多罗三辽三菩提 得阿罗多罗三辽三菩提 得就是肯定的 所以故知波罗波罗蜜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前面都讲无言阿罗多罗三辽三辽 无什么无什么 后面讲是 甚至 甚至 故知波罗波罗蜜多 能处一切苦 真实不虚 你看 他后面讲的是真实不虚 波罗蜜多咒 还记忆说咒曰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蜜接地 菩提萨不合 这个接地接地 他们硬把它翻译过来 意思就是说 去吧去吧 快快去吧 快到彼岸去吧 他讲的都是有 不讲空了 极乐世界就是有 这个原理 大小成佛法都是共通的 就是 你先从轮回中解脱出来 把六根六成六十放下 正得涅槃的空性 或者说真如的本体 正空性以后 还要以大慈悲心 起足妙用 才能够契入十项 空有不二 看上去去空 事实他一点都不空 叫万德庄严 那么这个有 就不是我们原先的 仿佛轮回的有 也不是二层人的空 好 那我们看净土 是不是这样 恰恰就是这样 那我们只要相信 发愿往生净土 为什么就能把 化成保守 从我们仿佛要求解脱 求万解脱以后 还要罚菩提心 升起 无我力他的妙用 才能够证得 菩提的这个妙有 而净土法门呢 就把这个道理融色在 信愿型的三只两种 这很巧妙 就当我们深信我能往生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他的法我们从通途 给他理解了 就知道三界以内 都是生灭法 一切现象都是无常变化的 看到变化无常的现象 背后看到了无我 看到了无我 又能够明白自己的本性 从来就不生不灭 本来是空的 是无所得的 在无所得的空当中 又能够以大慈悲心 升起妙用 不舍一切法 这就是佛法 就通途法门是这样 让我们找向成佛的 净土法门也是这样 这条路让我们找向成佛 但是他把中间的部分 简化掉了 怎么简化 本来你要光无常 光世间无常 光世间空 光世间不静 光世间苦 光了半天以后 还要自己愿意处理 我要离开这个 这个生命轮回的法 十八戒 一个的光 休息禅定 光到最后才知道 哦 原来无我 那无我了还不行 还要发起菩提心 继续理他 还觉得有 但是净土法门 但是净土法门呢 让我们相信阿弥陀佛 相信极乐世界 然后你发愿求往生 同样的往生 同样的道理就是 当你愿意往生的 信愿 信愿这两个星 一升起来 前面从生死轮回中 要解脱出去 跟从空 要回小向大 这两步道路 我们信愿当中 都已经具备了 除非现在你可以仔细的 问一下自己 我相信净土 我愿意往生 昨天跟大家讲过 你真的愿意往生的时候 其实说谱世界 已经不自觉的让你放下了 除非你不是真想往生 你就没放下 你真心想往生 而且要确定自己 一定要往生 这个时候 你说谱世界的后路 就不留了 不再轮回了 所以这个处理心跟空 三界以内都把它 空掉的这个空 是靠你信愿的 这种极大的向往之心 我昨天说的是 最大的贪心 向往极乐世界 是最大的贪心 但贪极乐世界 就意味着这个说谱世界的所有贪心 连一丝的贪心都不要了 你说这个 这个佛怎么会有这么厉害呢 他怎么会这么简单的把我们的贪心 就处理掉了 你有一天往生净土了 你还不知道 我原来贪心这么重 怎么一下子贪心就搞没了 诸位试试看 你如果真心求生 那个念头一确定 你就发现在生活当中的贪心 一下子就处理掉了 不管你的习气毛病还有多重 看到好吃还想吃 看到好衣服还想穿 但是你绝对不会说 因为这件好衣服好穿 所以我不往生了 你不会这样想的 这样的这个 说谱世界的业还在 待在业也能往生 但实际上 你的内心已经放下了 说谱世界 是这么去处理的 所以一定要相信 凉土是尊 是苦口婆心 专门为我们 说谱世界贪欲重的 五浊二世的防腐啊 良生定做 给我们开了净土法门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贪心 足够想追求美好 追求快乐的心 你可能真的不想往生 就像有些人 看上去自己好像很高明 说我已经无所求了 求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好干嘛 我经常听到有些知识分子 有些学一点禅宗的人 觉得自己一切法都空了 都无所得了 所以他于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哎呀极乐世界都是黄金布地 也太土豪了 你别去吧 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实际上 他不知道 真想往生的人 其实真正不贪心的人 就意味着我们在轮回的世界的贪心 从此结束 所以一定要相信 这个 释迦佛 是用了无尽的大悲 苦口婆心 而阿弥陀佛呢 是用了无尽的大智 有大智慧 以48月来成就西方极乐世界 凉土四尊 卑至双远 让我们去 而人生在生命的道路上 让我们进步的 就两种情况 第一种 前面有好东西 我们非常向往 于是我们会 跑得比谁都快 很想去 还有一种呢 是后面 有坏东西 你也会跑得比谁都快 后面什么是坏东西呢 后面放一只老虎 你就知道 你不跑你就没命了 赶紧跑 那当我们心向往净土之后 说普世界的老虎 在后面 正一口一口的咬着我们 时间 是一只老虎 我们每天 过一天你就少一天 过一年就少一年 生死无常 每个人都不能幸免 所以 释迦佛 告诉我们 娑婆世界到底有多苦 阿弥陀佛他成就了 极乐世界到底有多乐 让我们 产生明显的 心愿之心 叫 心求极乐 愿理娑婆 只有这两种状况 你都看清楚了 你就知道你的生命 该怎么选择 你的内心 是不是应该 安住在极乐世界 向往极乐世界 而不要在 说普世界的 是是非非 人人我我当中 纠结不休 这个是 这个是 决定 相信 良土师尊 叫性智 信他 第三个叫 性因 因 第四个叫性果 因该果还果彻因缘 你 这个当下的因 就是将来的果 因果 因果分三种 一种叫做三世因果 就过去是造的因 今生受的果 今生造的因 来生采受的果 这个佛 都告诉我们了 三世因果 过去生 不只是过去的一生 是过去无事结 积累的因 我们今天 原成熟了 你今天就 呈现出来 遭受了果报 所以有些人说 我这一生也没做过坏事 为什么我这么倒霉 那你过去生就做过倒霉的事 那今生也没怎么努力 你就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那也是过去生努力的结果 没有一件事情 是没有因的 也没有一件事情 是没有果的 过去现在未来 三世因果 有些人看不懂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 是认识第二因果 叫做一世因果 这是第二种 一世因果就是这一生 你做了好事 你努力了 你的结果就好 你做了坏事 你不努力了 你的结果就坏 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能看到这一点 你如果不努力 学习的知识少 能力差 当然你就比别人 享受的福报就少 努力了 你就会有结果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发现 你努力再多好像也没结果 那就是 你努力的这部分 结果还没有出来 而其他的过去生 这一生 中的因 这一生已经成熟了 他先出来了 所以一世因果 有时候看的不准确 你看三世 才能看的更准确 还有一个可以 看的完全准确的 那就是第三种 叫做因涅因果 因涅因果 因涅因果是什么 你这一涅心是什么 因 这个果已经是 这一涅心里面 比如我们拿一杯 很大的一杯水 你给他放一粒糖下去 一粒糖 一点点 你感觉不到有多甜 但是他实际上 已经甜了一点 你放一粒盐下去呢 他已经咸了一点点 如果你放一把糖下去 就很甜了 什么意思 我们的每一个起心动念 你的念是上的 你已经是快乐了 你的念是饿的 你已经是痛苦了 所以那个人在你面前 破口大骂 诽谤别人 没有修养 你一看就知道 他现在很痛苦 一个内心不痛苦的人 绝对不会讲出痛苦的话 他不会有痛苦的表情 也不会有痛苦的行为 那有人说 你看那个吸毒的人 他吸毒的话还挺快乐的呢 你看他很快乐吗 那是中毒的快乐 疯了 不正常 就是 当你内心 追逐这种欲望 获得的刺激的快乐的时候 为什么很多宗教都要禁欲 就是 欲望刺激的快乐 是以你原有的能量消失为代价的 你的能量消失了 获得的那点快乐 就像你家的钱 哪去花掉了 买了东西很快乐 但是你钱买了 你的欲望是得到了快乐了 但是你的福德 你的生命力 削弱了 吸毒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他吸毒感觉很快乐 他身体 机能已经被他破坏掉了 他是要有代价 那么所有的善念升起来 善行 你真的在为别人做事情的时候 表面上好像你吃了一点亏 但实际上呢 你愿意为别人做事情的 那个心的力量再提高 你的生命力再增强 为什么吃亏是福啊 我现在做了事情做多了 好像是很吃亏 但是我的生命 丰富起来了 我的能力强大起来 培养出来了 这个东西就是你的福报 你生命力越强 什么痛苦都不会受到影响了 那就成佛了 所以呢 当下的因 这一念 当下的果是同时的 那么净土法门 他告诉我们 你要相信因 相信果 相信因 心最直接的 念佛心是佛 妄念是凡夫 而且有个祖师告诉我们说 极乐世界 这个七宝池 八公得水当中 只要你相信净土 发愿求生 那个八宝池里面 就有一朵莲花 是你的名字的 诸位 有没有发愿往生见图 发愿的人举手看 发愿往生见图的人举手 发愿过的人到那里都有 名字已经标起来了 这就是因 我们现在你看不到 在极乐世界 但是当你 在这里念一句佛号 那个莲花 就长大一点 念两句 它再长大一点 你做一件上事 回上一件图 它又长大一点 所以我们 在索普世界所做的一切上事 事实上 就给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 吃肥 让它长大 长得漂亮 古代的说 愿将尺土三千戒 敬重西方九品莲 我们大家的心 的形状 跟这个莲花的形状 是一模一样的 心的形状 我觉得这个汉字实在是了不起 大家看过汉字的那个撞书 心字是怎么写的 中间两笔 旁边再两歪 底下一个缸 对吧 就是一朵莲花 心就是一朵莲花 所以心上面一个像 就是打妄想的想 下面这个心 现在心就拐过来三点 事实上也是一朵莲花 一歪过来 里面两点 这两点是莲花里面的莲子 旁边那一点 是另外一个莲花的花棚 拐一拐 就是一朵莲花 那我们大家现在这个心里面 如果你发愿求生净土 你的心就在净土 它是相通的 过去呢 讲极乐世界 失望于佛陀之外 我们当下这念佛的心 就是净土 这好像很难理解 现在大家很容易理解 就是无限电波的干扰 量子物理学里面讲的 叫做量子纠缠 把这个 这个 垫子 把它分解开两个 另外一个把它放到外星球 或者很远的地方 这个呢在这里 这个这样动 那个也这样动 同等动 这是量子纠缠 科学家觉得很奇怪 这两个东西明明是一个分开两个了 这里动它也动 他们说卵生兄弟 都有量子纠缠的特性 他长相长得很像 还有就是我们过去讲的摩子连心 就是母亲啊 他的心对孩子的爱啊 非常专注 所以孩子他有什么困难啊 有什么思念啊 母亲的心首先感受到 叫摩子连心 其实一切众生跟我们都能够连心 但是我们最连心的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如摩一子如子一摩啊 当我们心想到净土 净土的莲花跟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这个人 这个心念就是一个量子纠缠 那我们现在打手机大家都知道 手机你拿着手机 你拨出一个号码 跟你这个拨出的号码相应的对方的手机 无论在多远 它都能想起来 你讲什么 他那里就听到什么 一模一样的 不会差错 这个量子纠缠 跟无限电波的这种干扰 事实上佛经的原理就是这个原理 佛陀已经告诉了我们 宇宙间是一切因缘的关系 缘起产生的 所以你只要内心中有这样的向往 极乐世界这个莲花当中 这个莲花跟你现在的心完全等同 所以你只要求往生 你现在念佛修行是因 而因就是在极乐世界的那个果 就相信你现在所作所为 一点都不会浪费掉 不会说我现在做了好事了 死了以后我也带不到棺材里面去 万般将不去唯有夜长生 在临终的时候 其他什么都带不去 叫死亡是一定的 死期是不定的 死时除佛法外 余皆无益 在死的时候 除了佛法 你在心地当中修行的这个异业 因为身口一上业 实际上异业才是根本 生业口业只是枝木 你身体做得再好 嘴巴说得再好听 你心里没想那么好 你是虚伪是假的 那个力量就很弱 如果你内心也是这么想 嘴巴也这么说 那个力量就很强 所以意义也才是根本 那当你口念弥陀 心也在想着弥陀 身体也礼拜着弥陀 身口一上业 都在想着阿弥陀佛 想着极乐世界 或者呢 按静业三福 你平时所做的一切上事 都回向净土 这个时候 那极乐世界的莲花 它就正柱和形 正在开放 莲花会开 那莲花什么时候开呢 你现在修行 是在修因 所以他六性当中 必定要信 自己的心就在极乐世界 因是相等的 就你现在想往生的时候 你的心就已经在极乐世界 不是到死了以后 我的心刹一下跑过去 而我们的心本来是 具足法界一切相 你这句话没听懂 心具足法界一切相 这个字是听懂了 意思还是没懂 心为什么具足法界的一切相 就是我们的心是覆盖了死法界的 你在心里面冒出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就向死法界去宣布 所以不是当下的我念阿弥陀佛 向西方极乐世界 只是想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当下到极乐世界的那个点去 而是在我的整个法界 都表现出来 跟阿弥陀佛跟西方净土同等的状态 这话还有一点没听懂 那我再说一遍 我讲的这个话 虽然我讲的是一句话 但是我这句话讲出来 你们每个人都能听到 这叫声波或者叫音波 我的音波发送出去的时候 现场大家都能听到了 楼上也能听到 其实如果有网络直播 很多地方都能听到 按照量子物理学的道理 不用直播其实也应该能听到 不用直播 为什么不用直播也能听到 因为我们这个声波 只要从你的声音面中发送出来 它传遍的是无尽的宇宙法界 它传遍了整个宇宙法界 所以整个宇宙法界都应该听到 但是为什么只有在现场的人能听到 外面的人却听不到了呢 因为外面也有无数的波把他们压抑住了 我在讲大家都很安静 你看大家都听到 如果我在讲你也在讲他也在讲 不要说大家都在讲 你就有十个人同时在讲 其他人可能都听不到了 不会互相干扰 我讲了你再讲 这个声音就互相干扰 一干扰以后呢 他就被压抑住了 所以就像电视机的那个频道一样 同频共振 不在同一个频道 他震不到他耳朵去了 其实震是震到了 只是他可能捕捉不到 你讲出去的那个声音 因为外面呢 近虚空变法界 都有这个声音 只要发出去就有 但是外面大圈世界 你说有多少声音啊 其他的声音都被压抑住了 所以每个人都只能 听到他该听到的 同频共振的声音 没有同频 他听不到了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心 跟这个宇宙法界一样 只要你发送出去 讲出去 就传遍了整个宇宙 所以你现在 讲一句好话 你的整个宇宙 都是往好的地方发展 不只是你自己 是你的国家 你的世界 你的太空 你的无间的法界 层层叉叉叉 都是好的呈现 如果你讲一句坏话 你骂人 你伤害人 你的整个世界 都充满了害人 伤害的这种信息 这种波 所以他们学物理学的说 哎呀佛陀太伟大了 那个佛没有告诉你说 你们要怎么去创造飞机大炮 他告诉你要 深信因果 不得了啊 深信因果有多大的道理 你科学再发展到 近未来 你试试看 如果发展到最后 就是因果的道理 永远颠簸破 因为佛发现了 所有一切像 都是因缘果报 而且是生土不二 就外在的世界 给你的身体 给你的内心 是一不是二 一真法界 那么这个一 怎么呈现 由你的心所呈现 所以华言间说 心如公化师能化诸世间 五蕴息重生 无法而不造 若人欲了之 上是一切佛 应观法界信 一切为心造 整个宇宙法界 你看到的法界 是由你的心面构造起来的 每一念心 都是因 同时都已经是果 那我们相信净土 相信念这句佛号 因跟佛的果 是同时对等的 如果我们说 每个心念都有力量 你做上事 你的力量就会比 做恶事的力量强 当然 仿佛的贪生痴 这个业现前的时候 他做恶业的力量 是往下去的 恶业的力量 一旦下去了 他自己想上来的力量 就被削弱掉了 所以什么是恶呢 恶就是伤害 你不伤害别人 就伤害自己 当然 所有伤害别人的行为 最终都会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就意味着他自己的力量很脆弱 很奇怪 比如说见到人我看不惯 我就打他 你为什么看不惯 你有自己的要求 他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你就难受 所以你爆发出来 那这个难受爆发出来以后 你的内心很脆弱 你为什么对自己就难受呢 一定要别人来依靠 听你的话 你才不难受 不听你的你就难受 所以当你打了别人 骂了别人 你内心想依靠别人 来满足你的要求 就更高 更高 别人又不能满足你 你的内心又更脆弱 所以到最后 称恨心下的是地狱 他下地狱的原理 所以地狱的众生是 抗水都是痛苦 没有一件事情 他受得了 内心已经彻底 没有任何力量站起来 这就是地狱 那这个行上的人 为什么会上天堂呢 行上的人 都是愿意吃亏的 你愿意吃亏 说明我有能力 可以吃这个亏 我能承受得起 所以你不停地培养自己 能承受得起的这个心态 培养到最后 发现 这个世界不管谁对我 我都没问题 因为我能承受得了 所以他上天堂了 看谁都舒服 天堂都是善良的 没有饿了 善恶的原理就这么简单 所以当我们这一念心 向往净土的时候 其实 你要相信 相信我能往生 能直到净土 一定会成佛 是因为我正行念的是阿弥陀佛 跟佛直接相应 求往生的心一旦升起来 我的心跟净土相应 无量寿经 告诉我们的道理是要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而后来祖师大德告诉我们 阿弥陀经告诉我们 发愿求生净土 就是菩提心 净土法门 跟其他通土法门的区别 通土法门 我们确实要发菩提心的 你不发出离心 你就生死解脱不了 你说我不想了生死 不想了生死 就没有出离心 然后你说我想了生死 但是我不想度众生 那你就没有菩提心 所以通土法门 出离心和菩提心 缺一不可 必须要有 但是净土法门没有告诉你说 一定要发出离心 一定要发菩提心 而是你想要往生净土的心 就包含了出离心和菩提心 它怎么包含法 因为我要往生净土 意味着我不要娑婆世界 我什么理由都不用了 其实我内心知道娑婆世界 就是轮回的苦海 除了你认识到它是轮回的苦海以外 还有其他更准确的认识吗 没有 准确的认识说婆 认识轮回就是它是一个轮回的苦海 那你要往生 你的出离心已经在那里 然后你要抢往生的那个心 一旦升起来 极乐世界又是大乘佛法的油 不是停留在二层的空 所以菩提心也包含在里面 换句话说 我们要求往生的心 想要到极乐世界去的 这个心里面 已经包含了 我到净土以后 一定要度一切众生的心 它已经包含在里面 就不需要再解释了 所以这个很巧妙 因此我昨天说 那就像傻瓜照相机一样 它调焦的功能已经放在那个按键上 你只要按键按下去 它那个焦就自动调好了 我们想往生的心一旦有了 你的菩提心的出离心已经在里面 所以阿弥陀经就没有告诉我们 要特别发起菩提心 当然那个无量寿经呢 就告诉我们说 你要发菩提心一向专理 那是把它公开表达出来 所以当下的因跟将来的果 是完全等同 叫信因信果 因是我们发心涅佛的因 而果是直到成佛不退转的净土之果 这是第三第四行 第五行呢 告诉我们要信是 第六行要信理 是是什么 是就是从事西方过时万亿佛图有世界明月极乐 直方立向就是有方向的 但有人又说了 你说你每天早上起来 涅佛回向西方 早上回向西方的时候 太阳早上起来 往上回向西方的时候呢 太阳已经下去了 大家知道地球是圆的 我早上回向西方的时候 他在这边 往上西方的在那边 是不是这样 转一圈了 早上转半圈 晚上再转半圈 一天转一圈 地球一天转一圈 那西方觉得世界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个子方立向 这个子方立向 是指的 释迦牟尼佛说的 娑婆世界的从事西方过时万亿佛图 而不是指我们这个地球的西方 如果地球的西方 地球早上的西方跟 跟他往上的西方是两个方向 而 娑婆世界的 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西方 那是有准确的位置 有准确的位置的 就像我们大家 一个人你坐在这里 你的前后左右 是有固定的 你的前面是这里 你的后面在那里 所以你 对着我的时候 前面在这里 后面在那里 你的后面那个人 他的前面是在这里 你的左边的人 右边的人 如果跟你对面的一个人 前面是在那里 后面是在这里 在这个教室里面 两个人你看方向都不一样了 但是如果我拿这个教室 作为坐标呢 那么你在这里 不管你哪个方向 是这个教室的西方 你往前也好 往后也好 都是往西方 他以这个教室作为坐标 所以娑婆世界的西方 是有所指的 那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佛语啊 是如语者 识语者 不狂语者 博异语者 佛是看见了大千世界 一切宇宙万有 都了如指掌 所以他说西方极乐世界 而且是十万亿佛土 一定是准确无误的 我们这一点呢 要四向上 就要明明白白 我是我 你是你 中间有隔阂 就是四向 在四向的背后 他贯穿着理性 理上的西方 净土 那就是十方 因为生者决定生 去者是不去 我们这个心 是无相的 无相的心 他呈现出来的一切万有 是有相的 所以理和是 这两者在佛那里 是圆容无碍 在我们凡夫呢 宗教的理 好像看不见 只能理解 而是呢 看得见 目得早 那么我们 对净土的确信 如果在生活中 你就要确信 就是有一个西方净土 阿弥陀佛成就的那个国土 他有他的坐标 有他的天人 有他的这个七宝池 还有各种函数 七重函数 七重罗网 依正庄严 一点都没有丝好的虚假 真是不虚 确实有这个国土 但是那个国土不是我们 现在想象的这个 说普世界的这个你我他的这个国土 因为他是阿弥陀佛的清净心 呈现出来的 确实有 而从理上呢 一切法自信本空 那我们说一切法自信本空是指五蕴皆空 就我们看到的这些像 都只是在三维的空间 加上时间 第四维的时间 我们大家都在三维四维这个角度来说话 而佛陀呢 他是站在N维角度来说话 N去无穷大的维度 假如硬要把维度比喻我们人生的状态 人可能是在四维 畜生可能在三维 然后那个恶鬼在二维 地狱在一维 维度越低越痛苦越脆弱 越丑陋 越难看 而维度越高呢 越丰富越美好越漂亮 那比我们人高一点的维度就是阿修罗 第五维 人是第四维 那天道呢是第六维 所以构成了六道轮回 六道每一道都是一个维度 那还有九法界 七八九三维 第七维是 身文的维度 第八维是圆觉的维度 第九维是菩萨的维度 第十维是佛的维度 但是佛的维度呢 不只是上面的第十维 它是包含了九法界都在里面 佛法界就包含了九法界 因为佛的法界是圆满无缺的 所以呢 不能只停留在第十这个数字上 而是恩去无穷大的维度 那么在恩去无穷大的维度的 这个维度当中 它的理性上 又是没有维度 临维 临维跟恩去无穷大的维度 是一个维度 那这里有点不可思议的法 就是华严经说 小而无内 大而无外 我们的心很奇怪 我们这颗心啊 小它是没有内的 你看你坐在这里想 你的心到底有多大 发现有没有身体这么大 心有没有身体这么大 你身体哪里痒了 哪里痛了 自己都很清楚 说明心有身体这么大 要不然你怎么知道 腿痒了 头痒了 然后你看看这个心到底有多大呢 把它缩小 用自己的意志 观想 让自己的心缩小 缩小到 芝麻那么大 有些人的心啊 比芝麻还小 因为芝麻绿豆的事情 它都容不下 很小的事情 它受不了 你看 但是心很小很小 但是你还不够小 如果你再小一点 你看看心没了 小到没有内在了 心空即地归啊 你心要是没有了 这个时候 什么都不用龙 什么都不用身 什么妄想都没有 无身 还有个 华仪经说 戒指那虚弥 虚弥那戒指 虚弥山那么大 八万四千尤巡 八万四千尤巡 一尤巡有四十里 这个大尤巡八十里 中尤巡六十里 小尤巡四十里 四十里再乘以八万四千 你说这个虚弥山有多大呢 那么大的一个山 可以装在芥菜籽当中 芥菜籽那么小一点点 芥菜籽还没有放大 虚弥山还没有缩小 就装在里面了 这很不可思议的 在我们这个三尾的空间里面 我们是想不通的 我们小的东西 装在大的东西里面可以 大的东西装在小的东西里面 你怎么装啊 装不进去 但是我们这颗心恰恰就是如此 我们小到没有内 同时呢 我们又大到没有外 大家如果把心放大 比如说身体 我们能感觉到 有身体的存在 你的心应该包容 包含了整个身体 因为头痛也知道 脚痛也知道 可是如果你的心 再往大处扩大 一下子突破了身体 我们发现这个心可以有 教室这么大 因为教室里面的人 你都清清楚楚 旁边的人 穿什么衣服啊 有什么动作啊 我发的这个声音啊 尤其是我如果问大家说 你们想想这个教室 到底有多大 你说有多大 清清楚楚你看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哪次去量 那这么多人要去量 那就乱套了 但是我不用量 只要问 有多高有多宽有多大 马上知道 每个人都知道 很奇怪哦 你凭什么知道 你心里知道 我们的心就有这么大 所以长宽高 你都清清楚楚 但是这个清清楚楚 你没有像 所以不会 不会吵架 不会有对立 不会有摩擦 你要想到有多大 我也想到有多大 我们的心就像这个灯的光一样 一盏灯的光 照满了整个教室 十盏灯的光 也照满了整个教室 你看这个万佛 每一佛都有一盏光 都照满了整个教室 但是观观互射 没有矛盾 如果你再把这个心量放大 大到宇宙那么大 大无边际 把极乐世界 把流离净土 把东方世界 西方世界 十方世界 都包含在里面 如果还有一个东西在心外 你的心再放大一点 把它也包在里面 然后大到极致 也可以观想 有一个方法 是可以这样观想的 就是你观想自己的心 大到极致 大到极致的心是什么呢 跟你小到极致 没有内是一样的 大到极致心也没了 小到极致心也没了 就照见无蕴皆空 大到极致的时候 你看到坐在这里讲话 听到声音 看到这些人 都跟做梦一样 梦幻泡影啊 如果你现在能够把心 观想到跟 这个大到极致了 这个时候 那个仁印经说 静极观通达 极照便虚空 却来观世间 犹如梦中事 就我们在这里 也就跟做一场梦一样 人生如梦 一场梦 这个梦就是一切现象 所以心的这个理跟事 它完全是等同的 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超越无限的时间和空间 这是理 在理上面我们知道 我心即是佛心 佛心即是我心 净土也是真心 真心即是净土 所以叫自信弥陀 微心净土 心外 没有第二个土 心外 也没有第二个佛 有人就以为 我们经常看很多人解释错了 你在那里拜佛的时候 他说 哎呀 不要心向外求 你向内求 请问心有内吗 如果有内有外的那个哪里是心啊 那只是你的妄想 但是你执着在这些像上面了 忘记了心 这可能就叫做心外求法了 着相仿佛 忘记了那个心 所以心本来是包含了近虚空变法界 往生西方箭头 实际上就打开自己的心地法门 真正明白你的心 是在极乐世界 所以花开见佛 悟到无声 因为大到极致小到极致 大而无外小而无内 这个才是我们的心 那我们修净土的人 你也要相信 你的心就是净土 净土就是你的心 同时也相信西方极乐世界 是从事西方国十万亿佛徒 佛不会骗我 我在这里讲 还是我在这里 你们坐在下面 还是你在下面 这是事实摆在这里的 那么事实有因缘果报 你的内心真心理性上 却是不生不灭 从本以来呀 不动不咬 这个明白了这个 那我们在这个 性愿行的性当中 就具足了 性具足 那么愿呢 有三愿很重要 叫真性 六性 三愿 这三愿是什么 叫真愿 生愿 切愿 你发愿求生净土 不能开玩笑 防体字的愿 是原始的圆 旁边一个业 那个业呢指的是我们的 这个肉团心 就我们的心啊 叫肺业 心业 这指的是肉团心 所以我们仿佛啊 有愿望 你心里想一个愿望出来 那是防体字 我觉得很多防体字 变成简体字以后啊 这个 原来的智慧就失去了 但是唯独这个愿 我觉得更好 就是原始的圆 下面一个心 把心放下面 就是你最原始的那个心 就是你的愿 那么我们要发自自己最原始的那个心 你想往生的心是真的还是假的 第一个要真心 不是通过自己的妄想思维以后 比较比较说我要往生净土 而是你最原始的心说 净土就是我们应该归宿的地方 阿弥陀佛就是我们要归宿的那个佛 所以当你真的想往生 这个愿发起来之后 它是永远不会动摇的 就好像你来到这个世界 有生必有死 来到这个娑婆 我们就要回归净土 没有第二个去处 唯一的去处就是往生净土 那么这个愿 为什么要发真愿呢 因为真的愿 跟我们假的愿不一样 假的愿是虚妄的 你今天痛苦的时候 难受的时候 说哎呀受不很苦啊 我要往生净土 明天日子过好了以后 叫你往生不往生啊 我不往生以后再说 我认识一个老居士 他八十岁了 有一天他说他三更半夜 睡觉啊 被惊醒了 感觉房间里面有什么 不干净的东西进来 他觉得受不了 然后呢身体哪里不舒服 这里阳那里不舒服 那电灯呢一回又亮了 一回又暗了 所以把他吓坏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就一心灭佛求生西方 不要担心你房间里面有没有脏的 只要你心有佛 心有光明 所有的脏的都会没有掉了 他说师父啊你别这么讲啊 我现在日子刚刚过好一点 我想多过几年的 别让我求神净土了 这八十岁了还想能过多少几年好日子啊 我说我十八岁我都想求往生了 你八十岁了还不想往生 但是他没有理解净土的道理 你求往生不是让你马上死掉 而是你的心已经在极乐了 你说一个人活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 他心在极乐有多好啊多美的心啊 平时我们就那个美的心找不到 找到的都是苦瓜脸的心 那你能够把心安住在极乐 那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要真心生起来求生净土 而不能在生活当中遇到一点小粗子啊 一点小事情想往生 然后呢这个粗子一过去 马上又不想往生了 又贪恋娑婆贪恋红尘了 那这样子你的心就不是真的 经不起考验 有个故事可能大家都听说过 有个老太婆家里日子过得很艰难 到庙里面去天天求菩萨保佑 你阿弥陀佛你早点接应我往生 孩子也不听话孙子也不听话 还要带孙子很累很辛苦 所以有个小子妇就逗他说 你准备好啊明天让你往生 他吓得说菩萨赶紧我还孙子没长大呢 孙子再大以后再往生 沙腿就跑以后再也不敢来烧香了 这就代表他想往生的心不是真的 这是要真往生 这是第一点 要真发愿 第二个人要生怨 生怨生怨生到哪里要 生路无际 要生到心的内心的最深处 叫生怨 什么是最深处 风吹不动雨打不咬 不要一听说 哪个法门比这个好 马上就跑得比谁都快 就是因为在这个说谱世界 你靠自己想要学法 学完以后有点受用 有点受用了还想了生死 就是告诉大家 就像蚂蚁上高尚一样的 尤其是末法时期 特别是又是在家局势 你说你有多少精力 多少的时间放进去 要了自己的生死 很少很少有 那么大的时间和福报 即便出家了 现在的出家人也 庙里面也很忙 也忙得博弈乐乎 也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去专修 就算有 你有没有法门 有没有上知识在指导 有没有同修在旁边 搬着你 这都是问题 所以净土法门在末法时期 确实是最圆满最好的法门 其他法门可以说 都没有这么圆满这么好 因为它是三根仆辈 那个禅宗的人要跑过来说 我能可以直指见现成佛 你直指人心见现成佛的人 如果修净土那更快 比你直指还要快 所以呢 这个生润就生到内心深处 这个祖师告诉我们说 就算释迦佛再来 跟大家说 我现在有一个法门 比你净土法门更好 让你很快就开悟 很快就成佛 你信不信 你说 释迦佛啊 我已经相信了净土法门 也是你老人家告诉我的 所以我现在死心塌地 我不变了 这样子才算你的生 生性 叫生 这个愿 叫生愿 无论 无论什么人来 什么法门来 什么神通来 无论什么灾难 什么困难 我这个愿都不变了 如果能有这个愿 确定下去 那百分百往生 就万修万人去 是要有这样的愿的 不是你轻飘飘的 今天嘴巴说一下要往生 明天 看看那个好的人 求求几下加持 加持完了以后 自己也不想往生了 又不知道流浪到哪里去了 所以 生愿很重要 第三个还有窃愿 窃是什么 窃就是至成啃窃 窃就是一刀切的意思 这个刀切下来 绝对毫不留情 啥意思呢 就是 现在让你往生 你往不往生 往不往生 没有回答的都不想往生 这个窃愿就是 现在让我往生 我马上往生 毫不留情 不能说哎呀 孩子还没长大 父母亲还没走 我不能让我先走 那父母亲 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 现在让你往生 决定马上往生 就是 恳切到底 那么这种人 他的愿是真的 不留后路啊 因为无事节轮回到今天 我们欠了无数的债 做了无数的坏事 无数的恩人都在轮回中受苦 没有得救 你现在还想自己留一点 儿女情长 放不下这个 放不下那一个 哪里叫怯啊 那个肯怯之心生起来 是能救度一切众生 往生进土 你只要能往生 那就度众生 不在话下 因为直到成佛不退着 所以这么好的事情 现在碰到了 我还能考虑吗 二话不说 一点都不需要考虑 要形成你的习惯 所以遇到任何事情 第一 干净念佛 往生的心非常恳切 不是遇到事情 先去打电话 先去哭诉 而是求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这个心就这样恳切 所以真怨这个 这个六性三怨 叫真怨生怨切怨 这三个做到了 剩下来最后一个就是行 行就是刚才前面开头跟大家说了 正行和住行 那正住和行 如果你理解了 你就发现 箭头法门其实也是很好修的 因为你信任恳切了以后 你的正行随时想起来就念阿弥陀佛 吃饭啊睡觉啊走路啊做事啊都可以念 有空就念 然后你说我也想念经啊 我也想拜唱啊 你拜 念经拜唱都回向净土 然后你把家庭的生活也过好 该过的家庭生活也要过好 该跟这个社会的慈善事业 你要去做 因为佛弟子还要给众生做榜样 榜样你也要做好 这样子呢跟你有缘的众生 看到你做人要做的这么好 日子又过得那么开心 未来又那么有自信 内心又没有烦恼 那就是个真正的佛弟子 所以这个信任性这三质量 表面上看起来呀很简单 事实上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 所有丰富的内涵当中 如果把它放在一个农村里面 没有读过书的人 但是对生活也感觉人生很苦 你跟他讲 其实只要三分钟就解决了 就告诉他人生是苦 娑婆世界是一个轮回的苦海 然后极乐世界是非常好的净土 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 你相信 发愿求生净土 然后你老老实实就念佛 很多农村里面的人 因为他的生活很单纯 内心也很单纯 他就生性了 他真性进去了 然后他就有空就念佛 有空就念佛 越念越好 越念越好 身心越来越自在 到最后就是万修万人去 阿弥陀佛 好 好 谢谢大家